画面中这名无姓男子深夜开车来到大理大峰路上这间加油站 声称要使用公司的加油特约服务 一开始加油员查不到他的建档资料 但是无姓驾驶表示 没资料也可以先签单再送公司 因此加油员不宜有他 协助把油加满 事后会计查账才发现被骗了 无险他就像那个料性员工 我们称说可以用先签单后 然后再向他公司清款 然后料性员工他也不宜有他 然后就加满油以后 就让那个无嫌离去 其实无姓男子早已经是公司的离职员工 只是熟悉加油特约的相关流程 因而让他胜利得逞 由于他半年前也用过相同手法 夹霸网油 当时加油站业者自认倒霉 这次决定不再姑息报警抓人 将无姓男子依诈欺罪 寒送法办 据我们了解他半年前 他就以同样的手法 已经也是到这家加油站 就诈骗过一次 那时候店家没有 当时那店家并没有向他追究 向我们报案 由于企业与加油站特约形势非常多 除了常见的加油卡 还有依赖互信的签单模式 因此警方也呼吁加油站业者 要落实建党查核 避免成为有心人士下手的目标 解来秋风台中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